要打擊假消息假新聞 刑事局50人假消息查處小組 正式成軍 面對假新聞假消息 刑事局強調 從去年九合一大選開始 假新聞的狀況日益嚴重 懷疑是有心人士可以散布 不過對於刑事局編組 專門查記假新聞 在野黨立委則不以為然 強調新聞真假 交由刑事局認定 難免會過於主觀 假新聞不應該由內政部 警政署來認定 應該有個客觀的第三人來論定 不然的話一定會妨礙新聞自由 也會妨礙人民的言論自由 開議之後 我們強力要求內政部 到立法院來講清楚 說明白 強調應交由客觀第三方 認定消息來源真假 而由於智慧型手機發達 消息的傳遞越來越便利 民間通訊軟體APP 也開始進行假消息防治 限制一則訊息只能轉傳五次 試圖減緩消息傳遞速度 不過要阻擋假新聞蔓延 最後還是考驗著民眾 自身的判斷能力 歡迎新聞 郭彥廷丁上城 台北報導